各位,用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NOT 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繼續講講奧斯卡影后楊子瓶 他那部電影《奇異旅合》《玩舊宇宙》 在網上引起很大的熱議 熱議的原因就是楊子瓶究竟是什麼人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這部電影 無論是最佳的南佩閣 或者他的導演都跟香港有那麼多的關係 楊子瓶在馬來西亞出生 就是在香港發跡 就是他的演藝生涯 在香港拍了很多賣座的電影 楊潤雄說是香港演員在國際影壇大放異彩 這句說法就令到馬來西亞的人 馬來西亞的影迷就相當不滿 就說喂 你不要一直認親認識 痴金康 已經第二次了 人家拿獎就馬上就說他是香港演員 馬來西亞人 不單止 原來這個導演 導演叫關家詠 有些網媒都說他是港銳導演 港銳 總之有一次就知道 他是什麼呢 其實關家詠在美國出生 在美國麻省讀書 就是他爸爸和香港有少少關係 變成港銳 還有不知為什麼 一些人不把關計威 視為這個和香港有關係 因為他在香港的越南難民營 住了一年這麼長的時間 對他來說我想都是相當黑骨銘心的一個經歷來的 因為那時候他只有幾歲大 那麼大把 等了很長時間之後 就用難民的身份去了美國 於是他的美國夢 在那裡就實現了 楊子瓶是什麼人來的呢 其實我想這個大家不用說 不說自明 其實楊子瓶就是馬來西亞人 楊子瓶拿到影后 然後中國的網民就很興奮 自興奮得很厲害 很興奮 在網上就馬上去恭賀他 有些就說他是華人之光 有些人甚至說他是中國人之光 有些人這樣寫的 就說他不是中國人嗎 他組織在福建 所以他是中國人 也有些網民就把他 陳鋒了的2004年的一個訪問的片段 拿出來 18年前的一個訪問 有些網民就說 從小看他電影長大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 女性的力量真的很棒 很棒 他在2004年的時候 在上海東方電視台的文藝頻道 叫做可帆傾聽 主持人問他 他和他家人在馬來西亞 但是他們仍然受到 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 楊子瓶的回應就是說 無論怎樣說都好 雖然我們住在馬來西亞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有我們的美感 有我們的內涵 所以從小都是去哪裡玩都好 做什麼都好 一定要記住你是誰 你是誰 你是怎樣 Where are your roots from 你的根來自什麼地方 Who you are 你是什麼人 那麼這一段訪問呢 就是鐵證如山 那些網民呢 可能會這樣看 就說楊子瓶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個2004年 早前在拿到金球獎 最佳女主角的時候 在網上也是流傳 楊子瓶接受 這個美國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訪問的時候 他再三強調 come from Malaysia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 我是馬來西亞人 那麼究竟楊子瓶的心 怎麼想的呢 他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還是馬來西亞人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什麼叫複雜的問題呢 你說複雜就行 簡單又行 簡單就是從這個國籍和這個族裔角度來看 就是很簡單的 但是如果 陷入中國人的帳光裡面 就變得很複雜 為什麼說很簡單呢 如果你去過馬來西亞 我去馬來西亞 我記得有一次 最近去一次都很久之前 去過檳城 你知道檳城有很多華人 聚居的地方 我特別深刻印象的就是 在那裡 英文都不用說 當然 馬來西亞你不懂 全部都是講 很多話都不用說 港語都不用說 全部都是講廣東話 你去華人餐館吃 中餐 去逛街 去街邊檔等等 幾乎 任何地方都遇到 吃的小食 全部都是華人做的 都是用廣東話的 而且更加深刻印象是什麼呢 就是裡面有很多祠堂 供奉那些在那裡的華人祖先 那就是上蘇到 上蘇到 上蘇到 他當時在清朝的時候 甚至再遠一點 做過什麼 官 封過什麼位 然後將 他們那個祖先的歷史寫下去 引以自豪 那些祠堂是很中式的 一些廟宇的 香火都相當鼎盛的 什麼陳氏啊什麼事啊 全部都放進去 你去到那個感覺 你不覺得是去了一個異地 你覺得好像 咦 為什麼這麼像 我覺得像台灣多一點 大陸可能沒那麼多 像台灣的感覺 很多 很多廟宇啊 很多中式的東西 那你說 咦 那這裡的人當然是怎樣想自己的身份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怎樣複雜呢 楊子晴說的 雖然我住在馬來西亞 但是我們是中國人 這樣 我們中國人有我自己的美感 有我們的內涵 從小都是 去到哪裡玩些什麼 一定要記住你是誰 你是怎樣 Where are your roots from Who you are 那這個就很典型 Where are your roots from 我想他媽媽會教他 對吧 你是一個華人的身份 所以Chinese這個字 是 即是 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內涵 Chinese Chinese可以解華裔 可以解華人 這個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或者是CBC Canada Born Chinese 都是華裔的身份 如果翻譯成為這個中文 他只能夠說華裔 你不可以說我是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 我們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國人 在英國出生的中國人 用這個字 但是英文同樣都是Chinese Chinese 又可以解華人 又可以說成中國人 所以 當楊子晴說 從小我們去到哪裡都好 我們要記住自己的根 我相信他的父母都會教他 You are Chinese 你有中文的文化 中文的傳統 你可能過些節日 譬如過農曆新年 中秋節 段午節等等 這個是中國人的傳統 華人的傳統 華人的文化 你的根從那裡來 但是不會代表你 那個國籍是中國人呢 當然不是啦 他的護照代表他國籍就是馬來西亞 但是他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 所以他是一個華裔 楊子晴說的 中國人的意思 究竟是說 Chinese的意思是華裔 還是真真正正的國籍意義的中國人 我的理解應該是華裔 所以這個是一個 如果要解釋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的民族 例如印度人去到外國 或者是 歐洲其他國家的人 去到 例如說東歐的人 可能會有很多 去了美國也好 或者去了英國也好 他怎麼看自己 他拿到英國國籍美國國籍 他怎麼看自己的族裔的身份 我想都是一樣 就是所謂有個根 第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無論他承認自己是華裔 自己是華人 Chinese都好 我相信 他的認同 身份的認同 是那個傳統那個文化 那個祖先承傳下來的一些 比如說想事情的方式 做人處世的方法等等 我想他不會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他不會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他的認同是認同他的祖先 不是認同現在這個政權 我想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大家 中國的網民不需要興奮得這麼交冠 就說他是一個中國人 他來自福建 那當然 這個美斯 大陸做梅西 那他們有個中國的名字叫梅建國 那沒有辦法 那你 你連 連美斯都當他是中國人 更何況是楊子瓊 那個樣子是一個華裔的樣子 他雖然在馬來西亞出生 他的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來自福建 你強硬監控他做中國人 我覺得沒辦法 其實有一篇文章在網易 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說 這個標題叫做馬來西亞人得奧斯卡影后 算不算華人驕傲 這個挺有趣的 我覺得中國人是很 我講中國人是說中國大陸的人 中國人民共和國籍的人 他心情是很複雜的 為什麼複雜呢 一方面他拿來自嗨 一個華人面孔的人 得到美帝奧斯卡的獎 當然是開心到不得了 華人面孔當然是華人之江 華人驕傲 但是如果要細數呢 複雜的地方就是 第一當然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是奧斯卡95年來 第一個亞裔的人 做這個最佳女主角 也是第一個華人的身份 做最佳女主角 第一個黃種人做最佳女主角 當然是很厲害 很緊張 很興奮 這邊文章就說 楊潤雄局長登過新聞稿 說在香港影壇取得成就 然後香港演員在國際影壇 繼續大放異彩 感到非常鼓舞 香港就大大方方公開發聲 但是內地的祝福呢 就顯得有些遮遮掩掩 甚至今天呢 某些網上的評論呢 都是這樣 楊子晴不是中國人 拿到奧斯加不歸內餘 有什麼值得期待 即是說 他不當是中國大陸的人 在國際上得獎 我覺得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而且內地有些 比較清醒的說法 他是馬來西亞人 他也不是香港人 什麼華人 亞裔而已 這篇文章就 試圖去分析 他就說 他是馬來西亞人 但這句說話是沒有錯的 但確實他是華語影壇出身的 就好像梁正如是馬來西亞人 但他是 真是這個華語樂壇的歌手 然後他就說 華人的世界是很大的 馬來西亞華人 或者叫做大馬華人 一直是華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是真的 即是有很多 台灣的作家 或者香港的作家 總之是華民的作家 或者是大陸的作家 都視這個馬來西亞華人 是一個很大的華語市場 曾幾何時 香港的電影 香港的電視 在馬來西亞華人的世界裡 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說馬來西亞有三大民族 一個馬來人 一個華人 和印度人 所以他說馬來西亞華人 就一直都是 是怎樣的呢 他說 六二年 楊子晴在馬來西亞的宜保出生 十九世紀的時候 當地發現大量的石礦 這個石礦 引來大批中國礦工湧入 為何宜保這麼多華人 就是這個原因 他說在宜保裡面 市區裡面 華人居住超過七成 說的是粵語 楊子晴的組織就是中國福建 大馬華人對於華人 甚至中國人的身份 認同是源於骨肉裡的傳承 源於從小說到大的母語 香愁老家的情緒在湧動其中 於是就拿回歷史出來說 中華文明遠遠流暢華人認同 是不因國界而分割的 對於華人華僑華裔相比國內 國外的區分更加鮮明一點 於是他就很細緻地數 簡單來說 只要你未稱為Chinese 就可以翻譯成華人 如果人在海外保留中國籍 叫做華僑 如果是外國國籍 無論是第幾代都叫做華人 如果是外國國籍不是第一代 可以叫做華裔 如果是中國國籍 就翻譯成中國人 所以討論這個民族 無論如何都叫做華人 於是他就說 不難發現華人的內含外言到很大 楊子晴不是中國籍 但一定是華人之光 然後要數他在香港拍電影等等 可以數他在香港之光 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 這個描述 這個論述 不是錯的 不過呢 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 那種普天之下 莫非黃土 淑海之賓 莫非黃民 那種阿Q精神 也都有人跟我說 也都有人跟我說 就是 無論是在外國 就是在歐美的地方 或者是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出身的 華人 如果 就是如果他懂 中文 就是學華語的 他懂 粵語或者學國語 你跟他說 你是中國人 而不是說他是華人 或者是華裔 你說他是中國人 他會很反感 但是你跟他說 用英文來講 Chinese 是相當混淆的東西 你說你 You are Chinese 那他當然承認自己是Chinese 但是 Chinese這個字 都有不同的內涵 他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只能夠說自己是華裔 那種這樣的傳承 那種文化 我都說 中國是 有很多個 在我心目中 都有很多個中國 有 文化的中國 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或者是政治的中國 他們認同的 可能是文化的中國 可能是歷史的中國 可能是地理的中國 我相信他們 不會認同政治的中國 所以 中國大陸的小粉紅 不用那麼嗨 他們根本沒有說自己是中國人 最多是說自己是華裔 不過是很複雜的地方 就是他的心目中 如果用英文思考 他說自己是Chinese的時候 他就會衝口而出 說自己是中國人 如果他說粵語 或者說 這個 國語的時候 華語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 但是我們搞清楚 關鍵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身份認同 是什麼 他們可能是 認同傳統的中國文化 華裔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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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認同 政治上的中國人的身份 這件事 我是比較肯定的 在這個問題上 說了那麼多 好像很複雜的問題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的身份認同是什麼 你會說我當然認同香港 我是香港人 但是 你的 傳統的文化 傳統的一種思想 都是一種華人 的一種想法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直有法的頻道 多謝你們的收聽 再見 多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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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